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漫威宇宙的系列电影 大家都看过 对吧 里面有一个人气特别特别高的女性角色 女英雄 甚至可以说是人气最高的女英雄 黑寡妇 当然了 咱们这讲的不是科幻故事啊 那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啊 就是加拿大著名的黑寡妇 现实世界之中的黑寡妇 叫梅丽莎 这梅丽莎呢 专挑丧偶的男性下手 接连闪婚之后 接着对自己的丈夫下毒 八十岁高龄了 还在作案呢 至于他为什么杀夫成瘾 甭着急 听我慢慢说 咱们从一个叫亚里克斯的人说起 亚里克斯呢 七十岁了 一个人呢 住在佛罗里达 多年前 妻子呢 因为意外身亡了 从那之后 亚里克斯一直就是单身状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觉得孤单 于是就注册了一个美国单身交友网站 希望能在那儿 可以认识到 能陪自己度过余生的老伴 2003年 在这网站上呢 认识了一个叫梅丽莎安 杀伯德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 69岁 也是单身生活在加拿大 要从照片上看呢 哎呦 非常的优雅 气质好 亚里克斯呢 就给梅丽莎发了消息 对方也很快就回复了 俩人呢 你来我网的 在网上聊了好几天 这梅丽莎呀 就告诉亚里克斯 我想从加拿大开车 到佛罗里达和你见面 亚里克斯一听 高兴的那都不行了 果然几天之后 梅丽莎还真是履行了诺言 来到了亚里克斯家的门口 当亚里克斯看见穿着红裙子的梅丽莎 以及身后开着的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的时候啊 他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居然有一个女人 为了我这么一个70岁的老头了 千里迢迢的从加拿大开车来到佛罗里达 就为了见我一面 这还了得吗 我这魅力啊 俩人呢 当天呢就去吃了一顿浪漫的晚餐 聊天的过程也非常的愉快 对吧 梅丽莎的行为举止啊 要是用成语来形容 那叫落落大方 十分的善解人意 还会照顾人 吃完晚饭之后 亚里克斯就问对方 晚上你准备住哪啊 啊 嘿 这问题问的只有深度啊 是吧 结果梅丽莎就说 我呢还没安排住处呢 亚里克斯一看发挥的机会来了 就邀请梅丽莎住到自己的家 这梅丽莎呢还挺痛快答应了 接着呀 亚里克斯说了 哎呀 就有一个小问题啊 你看我 我呢常年独居 我家里边啊 只有一个卧室 结果梅丽莎说 没关系可以 嘿 毫不介意 没想到对方那么信任自己 这让亚里克斯都有点意外了 晚餐结束之后 亚里克斯就带着梅丽莎去了自己家 睡觉之前 梅丽莎呢还体贴的为亚里克斯吃冰淇淋呢 估计啊一边喂着还得一边说呢 来大郎吃药 哦不是来大郎吃冰淇淋啊 反正当天晚上俩人就睡一起了 半夜的时候啊 亚里克斯呢起来上厕所 走着走着就感觉两眼一黑 啊咣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梅丽莎听见动静 立刻就把亚里克斯送去医院 在医院里边 这亚里克斯的儿子也赶过来看他来了 亚里克斯就跟儿子说 哎不用担心 我可能因为心情太兴奋了 你看我又上岁数了是吧 我这身体吃不消 才晕过去的 然而他哪想得到啊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内 他竟然频繁的摔倒进医院 他的儿子呀 就开始怀疑起了梅丽莎 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于是呢 上网查找关于梅丽莎的信息 竟然发现这个女人 曾经有过三个姓氏 还有两起和她有关的命案 梅丽莎安杀伯德 这是她的全名 出生于加拿大新省 后来随家人搬到了安大略省 1955年 梅丽莎和一个工厂的工人 结了婚了 生了俩孩子 但是梅丽莎呢 一直有一个大城市的梦想 虽然结婚了 有孩子了 还是不能阻挡她的野心 然而啊 她这谋发展的路子走偏了 在1970年到1985年之间 她因为诈骗 分别进过两次监狱 1989年 34岁的她 在爱岛 遇到了42岁的高登斯图特 对方呢 刚从部队退役 妻子在三年前 因为癌症去世了 三年以来 高登呢 就沉浸在悲伤和寂寞之中 十分渴望能够有个伴侣 正好梅丽莎就出现了 这个女人呢 自称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还一直鼓励开导高登 高登的亲人呢 都听说高登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女人 也都替高登高兴 替她开心 可是在这个小县城 说谁家里边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 县里的人恨不得马上全知道了 有人听说俩人在交往 立马就把梅丽莎之前的一些劣迹 告诉给了高登的哥哥和姐姐 甚至有一个当地的警察 也劝高登的哥哥姐姐 说哎呀 让你们弟弟啊 甭跟着梅丽莎来往了 这个女人呢 是个大麻烦 但是呢 高登啊 一点都不在意这些 不顾家人反对 和梅丽莎在洛杉矶结了婚了 婚后两个人住在了爱岛的夏绿地震 但是他们的生活呢 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快乐 高登酗酒越来越严重 经常醉得不幸人士 1990年圣诞节前夕 高登啊 突然口吐白沫 就进了医院了 医院检查出来 高登体内含有大量的 本二氮瓶类药物 通常呢 作为镇静催眠药物使用 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 如果过量服用 可以让人昏迷 甚至是死亡 出院以后呢 高登还是一直酗酒 身体啊 是越来越瘦 甚至还有了家暴的倾向 本来他银行卡里边 有五万美金存款呢 每个月还能领退休金呢 日子按理说过的还可以 但不知道怎么的 结婚之后 钱是越来越少 于是啊 他就抱怨 说是梅丽莎 把我钱都花光了 所以每次醉酒之后 都会殴打梅丽莎 1991年2月份 高登呢 因为家暴梅丽莎 入了狱了 4月份出狱之后 和梅丽莎 一起离开爱岛 搬到了达特茅斯 因为梅丽莎认为啊 或许换个环境 能改善两个人的关系 搬到了达特茅斯 一周之后 在一个晴朗的周日 高登和梅丽莎 开车去野外郊游 在几个小时之后 梅丽莎来到了 当地警察局 说自己被人强暴了 然后我失手 把对方给杀了 哎呦 那强暴你的人是谁 是我丈夫高登 梅丽莎说呀 我们下车以后 高登殴打我 并且强暴了我 在找准机会逃跑之后 我躲进了车里 想启动车子 逃走 结果不小心 在倒车的时候 把高登给撞倒了 由于当时我太害怕了 一直猛踩油门 车直接从他身上 撵了过去 可是 对于梅丽莎的说法 警察并不太相信 因为高登的 尸检报告显示 他的体内 含有致死剂量的 本二蛋瓶类药物 当天高登啊 应该是处于昏迷状态的 哪怕就没昏迷 那也是迷迷登登 他没那个体力 去强暴梅丽莎 他们认为梅丽莎 可能是为了拿到高登的退休金 恶意杀死了他 但是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最后梅丽莎呢 被判误杀罪名 入狱六年 不过因为他在狱里啊 表现很好 待了两年 就提前释放了 可讽刺的是 梅丽莎出狱之后 梅丽莎出狱之后 因为上一段杀害丈夫的经历 还开启了一段新的事业呢 梅丽莎出狱以后啊 因为被家暴误杀丈夫的故事 被新闻报道了 当时呢 加拿大国家电影局 拍了一部纪录片 名字叫 女人为什么杀戮 梅丽莎作为主角 就接受了采访 她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受害者 遭受严重的家暴杀害丈夫 是不得已的 她的故事听起来 要多真有多真啊 哎呦 可有煽动性了 就引起了人们对高登的气氛 梅丽莎呢 就被贴上了 为家暴女性发言的标签 开始得到政府的资助 在加拿大各个城市演讲 主题就是受虐妇女 征后群的表现 和受虐妇女正当防卫 她还经常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作为被家暴女性的代言人 可以说是宏极一时 九十年代 对梅丽莎来说 是一段充满冒险的旅程 两年的监狱生活 大量的媒体采访 受邀四处演讲 但是这距离她期望的生活 还差得远着呢 2000年的时候 梅丽莎决定开始新生活 于是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 那么这回又会遇上哪个倒霉蛋呢 对于梅丽莎来说呀 教堂是个好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她自己就是在教堂里面出生的 于是梅丽莎来到了佛罗里达的一个教堂 寻找新目标 在这儿她就遇到了罗伯特 弗雷德里克 罗伯特呢 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和工程师 1990年妻子去世之后 她一直保持着单身 三个儿子都生活在波士顿 罗伯特一个人住在佛罗里达 梅丽莎说呀 她一看见罗伯特 就决定让这个男人做她的下一任丈夫 这就像是上帝的旨意一样 罗伯特和梅丽莎认识三天就订了婚了 儿子们看到父亲认识梅丽莎之后 整个人都更加的开朗乐观了 于是都十分的支持父亲的决定 一个月之后 带着孩子们的祝福 俩人呢 就注册结婚了 梅丽莎也把姓氏改成了弗雷德里克 遇到了第二春的罗伯特 那也很开心很高兴啊 花了25万美金 和梅丽莎一起环游了整个北美 俩人还特别浪漫 在加勒比海的一艘游轮上面 举办了婚礼 这时候罗伯特已经82了 婚后生活看起来是十分幸福 但是儿子们渐渐发觉了不对劲的地方 遇见梅丽莎之前 罗伯特别看岁数不小 但身体挺好 一点小毛病都没有 可是和梅丽莎结婚之后 开始不停的摔倒 反反复复的送去医院 当他们上门去看父亲的时候啊 罗伯特看起来十分健康 但是当他们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 罗伯特总是说起话来 含含糊糊的听起来很不清醒 儿子们感觉不对劲 于是大儿子鲍博 通知了佛罗里达的老年人保护机构 让他们去父亲的家里边看看 机构的人呢 来到了罗伯特家 想进门调查 却被梅丽莎拒之门外 他说呀 罗伯特已经有了24小时的看护了 不需要你们调查 如果你们强行闯入的话 我就投诉你们 人这机构的人也没办法 只能离开 人走后 梅丽莎给鲍博留了一条电话留言 内容就是 罗伯特修改了遗嘱 会把钱全部给梅丽莎 三个儿子一分钱也得不到 2002年12月中旬 和梅丽莎结婚还不到18个月呢 罗伯特去世了 虽然他的儿子们都怀疑是梅丽莎杀害了父亲 但一直没有证据 所以无法起诉他 梅丽莎在佛罗里达待了五个月 随后卖了房子 拿着罗伯特的部分保险金和十万美金 就回到了加拿大 2004年的冬天 加拿大十分的寒冷 梅丽莎也快没钱了 这个时候呢 加拿大人力资源发展部 开始对他展开了调查 原因是梅丽莎用了两张不同的社保卡 也就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 领取了老年金贴 足足多领了三万美金 然而当警方要逮捕梅丽莎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又回到了佛罗里达 准备见新的约会对象 这个约会对象就是亚历克斯 他说约会的那天呢 梅丽莎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不久12月份 俩人就同居了 同时呢 梅丽莎开始掌握经济大权 随后亚历克斯啊 就频繁的出现头晕 经常摔倒的情况 2005年1月份 在梅丽莎的建议之下 亚历克斯住进了养老院 在亚历克斯头脑很不清醒的情况下 他让亚历克斯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同意由自己全权处理对方的财产等一切事物 梅丽莎拿着这份授权书 开始处理对方的相关房产 而亚历克斯的儿子丁越来越怀疑梅丽莎了 于是安排自己的父亲在医院做了一个体内毒理学检查 结果显示 亚历克斯的体内本二氮瓶类的药物含量过高 如果不是丁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亚历克斯很可能不久之后就要命丧黄泉了 看见报告结果之后 丁呢立刻就报了警 此时梅丽莎已经把亚历克斯银行卡里的 一万八千美金全取了出来 并且已经把房子转到了自己名下 据亚历克斯回忆 梅丽莎经常会在睡觉之前 喂她吃冰淇淋 包括俩人第一次约会的那天晚上 也许她就是在冰淇淋里边下了药了 三月份梅丽莎同意了认罪协议 因为骗钱伪造 并且企图谋杀入狱五年 2009年74岁的梅丽莎出狱之后 被美国驱逐回了加拿大 并且终身不能入境 她回到加拿大之后 定居哈利法克斯住在老年人社区 几年之后啊 老年人社区里搬来了一个叫弗雷德 威克斯的男人 他妻子前一年刚去世 老年人社区嘛 经常会办什么舞会啊 搞点什么活动啊 跳跳广场舞啊 是吧 大伙呢 也经常聚在一块玩纸牌 弗雷德是一个玩纸牌的高手 并且特别喜欢参加舞会 没多久就在舞会上认识了梅丽莎 俩人认识了一个月就结了婚了 还前往纽芬兰度蜜月 从纽芬兰回到了哈利法克斯 需要坐轮渡 下了船之后啊 夫妻俩感觉不是很舒服 就入住了当地的一家宾馆 梅丽莎呢 就跟宾馆的服务员说 我和丈夫在船上 一整晚都没睡好 而且呢 弗雷德呀 还一直在吐 然而根据服务生回忆 梅丽莎当时 看起来精神很好 穿着红色的套装 神采奕奕的 一点不像是没休息好的状态 可弗雷德确实是一直吐 看起来很疲惫 俩人在房间里面 待了一整天都没下楼 第二天早上 只有梅丽莎一个人下楼 吃了早饭 这时候呢 她又跟服务员说 需要送她的丈夫 去当地的医院 服务生呢 就问她 要不要马上叫救护车 没想到梅丽莎 不紧不慢的 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还说呢 不着急 不着急 等我吃完早餐再叫吧 之后 弗雷德被送进了医院 和梅丽莎的前两任丈夫一样 医生在弗雷德的血液当中 也检测出了本二氮瓶类的药物 后来警察搜索了他们的住所 发现了114片安定文 还有一小瓶的替马西判 这些药物都属于本二氮瓶类的药物 而且还有三个空瓶子 以及五个医生开的处方 2012年9月 梅丽莎因企图谋杀罪 被判处三年半的刑期 她承认 在每天给弗雷德的咖啡里面下了药 她的下毒事件 被加拿大媒体大肆报道 大家都称她为黑寡妇 2016年3月份 梅丽莎出狱了 这时候警方发出了公共警告 禁止任何人或者任何场所 让梅丽莎上网 同时梅丽莎还需要及时报告 最新的恋爱情况 可是一个月之后 梅丽莎因为使用公共图书馆里的电脑 又被捕了 警察逮捕她的时候 她正在网站上 和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聊天 各位 梅丽莎当时都八十了 由于年纪太大 如今梅丽莎已经出狱 但是一直被警方留意着 梅丽莎